而疫情不只冲击国内的房市 这通膨危机 危及全球的金融市场还有秩序 不过大家想问苦日子要来了吗 政大金融系的教授英乃萍就示警了 明年全球经济将会陷入衰退 台湾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要过苦日子的 而值得观察的是 08年的金融海啸会不会重演在2023年呢 要带您回顾近30年来的金融危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热钱大幅度的撤离了亚洲地区 导致亚币禁扁 日本的券商银行倒闭 还有南韩有16间的财团倒闭 台湾也出现了本土的金融风暴 而时间在推进到2008年 这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的 而现在呢 其实中南美洲还有欧洲 目前的经济情势都在风暴边缘 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学界都在关注会不会重演 08年的金融危机 全球的股市重幅的下跌 再来还要看到 2010年才过两年 又碰到了欧债危机 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黑天鹅 也导致当时的全球经济 陷入了衰退的风险 而现在的新冠肺炎 带来的连锁效应 不只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经济成长下修 更有可能会让所得更加的不均 加剧了贫富差距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